De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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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拍 我還沒準備好 我現在床很亂 真的不能拍 來不及了Dewi我們已經來了 你先讓我把衣服收完再拍好不好 等我一下三十秒 我們還是偷偷進來了 等一下啦 你桌上東西蠻多的耶 東西很多嗎 應該整理的算還OK吧 就是就算小亂也是亂中有序 保養品化妝品都是有分區的 那你覺得哪一罐最值得投資咧 這個 給你們推薦一下 那這個系列呢是蠟橘復活系列 是不是名字聽起來感覺 用了肌膚多忙復活呢 他們家的蠟橘成分真的非常的厲害 它裡面是滿滿的植物萃取活性精華油 抗老 可以讓我們的膠原蛋白不要這麼快的流失 讓肌膚達到一個油水平衡的狀態 然後這個蠟橘復活激萃呢 它是精華液活化肌膚 然後深層修護達到一個緊緻的狀態 那你自己都怎麼用呢 像那個蠟橘復活激萃油呢 我就是可能會在晚上的時候 可能第一個三四滴輕輕的這樣抹在臉上 然後可能會加一些簡單的按摩 每次這樣按完我隔天的氣色都會比較好 我滿建議可以搭配蠟橘復活激萃 使用後我覺得它是會讓皮膚比較透亮 可以改善那種皮膚比較暗沉的人 那你自己有其他化妝的小配方嗎 如果皮膚比較乾的時候我要上妝 拿這個蠟橘復活激萃油 我可能就會滴個一兩滴在我的粉底裡面 很多女生應該知道 皮膚比較乾的話 你就很容易脫妝 可能就會結塊啊或是卡粉 你加了這個精華油進去之後呢 其實可以提升那個保濕度 那你的皮膚狀況看起來會比較好 妝感自然又透亮 有時候啊你是已經化完妝 然後可能也覺得你的皮膚好像 感覺也有一點乾乾的話 一樣是那個蠟橘復活激萃油 第一個一兩滴一樣在手裡面 輕輕的就是搓一搓然後拍在臉上 它同時達到一個保養的效果之外呢 它也會有一種大量的效果 看起來妝感更自然更透亮 剛剛忙著看你的保養品 我發現你桌上也太多小丸子的東西了吧 因為小丸子是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我的手機桌布也是小丸子 友葬爺爺啊跟我阿公長得很像 我提供我爺爺的照片給大家看 我阿公的頭型跟友葬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的床頭還有更多小丸子的收藏品 帶你們去看 妳好像這個真像 妳的襪子也是小丸子的 這是基年的時候然後特別出的 這是不是很可愛 友葬耶變雪人很幽默 我每天回家至少都會看他無眼 它削掉了 哇是不是很可愛 很療癒吧 這是非常適合睡前 你要去上什麼課啊 我要去上英文課啊 平常都沒在follow 我 那你可以繞幾句給大家聽聽嗎 當然 不可以啊 這個英文不能隨便亂說出口 準備好的時候 或是之後做一些可能跟英文有關的單元啊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收工囉 拜拜